歡迎來到Lauren攝影 這一部影片開始將會是一個全新的系列 而這個系列叫做把你教到會 為什麼叫把你教到會 就是如果有想學攝影的朋友 就是可以利用這個系列 然後從不會慢慢看我的影片看到學到會 讓一些比較想學攝影 想接觸攝影的人能夠更了解攝影這一塊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這個頻道的朋友 可以幫我按一下訂閱 這樣可以接收到更多有關攝影的資訊 而在學攝影之前 你首先要先有一台相機嘛對不對 所以我很貼心的 為你們準備了這一個系列的第一集 買相機應該要注意什麼 OK 現在市面上有很多的相機 很多人一定會想說 啊 想學攝影 但是我會想買一台相機又不知道該買什麼 那我今天就想要分享的是 你在買相機之前應該要注意一些什麼東西 但是我主要都是以大方向來講 因為畢竟買相機的人還是你 所以我就是以我之前買相機 或者是學攝影這幾年的經驗來跟各位分享 如果你要買相機的話 你應該怎麼選 你今天主要這個影片呢 會圍繞著一個大方向 而那大方向就是兩個字 需求 你的需求是什麼 因為你畢竟你想拍什麼 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你之後要拍什麼也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所以這個需求 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都會忽視 哎呦我只是想要買好的相機 而且相機又不是很便宜的東西 一台就要好幾萬塊 你要花好幾萬塊然後去買一個你不喜歡的東西 那就是一個非常浪費錢的投資 你知道嗎 而我今天這部影片就是一步一步的讓你知道你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你看完之後自然會有一個心目中的相機 首先我覺得在買相機之前 最最最重要就是 你之後要來拍平面還是要拍動態 這很重要 因為有太多Facebook那種二手交易平台上面那種社團 你就會看到很多人發了文 然後說我買了這台某某某相機 然後用不到 然後沒再用 規格太高 你在買相機之前一定要先思考說 你之後可能會拍靜態還是動態 因為這差很多 因為現在相機都會有分 平面比較強 但是影片沒那麼強 或者是影片很強 但是照片沒那麼強 那你一定會想說 那有沒有那種平面跟動態都非常強的相機 有啊那一定有 在你決定好你知道拍平面或者是動態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來到我們的下一步 就是來挑選我們所謂的規格跟價格 而規格跟價格的兩個是可以交換的 畢竟兩個是多息息相關的 你規格高 那你的價格一定也高 就是規格一定會反映在價格上面 你要先挑規格 然後再去找哪一台相機符合你的價位 或者是你弄好你的預算之後 再去挑選你的相機 而首先那我就先從第一個規格開始講 在挑選相機的時候規格越高 那價錢一定就越貴嘛 而規格要怎麼選 而從規格開始挑選的話 我覺得可以先從感光元件開始選 感光元件分為APS-C或者是全畫幅 還有中片幅 APS-C就是感光元件比較小的 然後全畫幅就會再稍微大一點 中畫幅就會比全畫幅再更大一點 而當然感光元件越大 那當然價錢就越貴 而是在於說你之後可能要拍什麼東西 如果你是興趣的話 我建議就是買APS-C了 不然就是選畫幅的低階款 我覺得這樣就足夠了 因為如果你真的只是拍興趣的話 你對畫質的要求 一定都不會那麼在意 尤其是你只是想要拍個照片 然後就是想要背景糊糊的那樣子 上傳到你的社群網站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APS-C或者是 選畫幅低階中中低階的會比較適合你 如果你之後可能會拍一些商業用途的話 我覺得必須要買到全畫幅 因為全畫幅面積比較大 所以它能吸收到的光也就越多 自然它的噪點跟景深就越淺 所以如果你是有商業用途的話 我建議你就直接上全畫幅 然後是中上階級的相機 我覺得這多少會對你的作品會有一點幫助 畢竟APS-C的感光元件太小了 所以它吸收到的光會比全畫幅來的少 而且噪點會來的大 所以就是看你的需求 你的需求如果真的是拍拍照那種 我就建議不用可以買太貴了 所以如果你是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先從APS-C慢慢玩 然後慢慢玩 玩到雄畫幅 之後再到中畫幅 但中畫幅現在很少人玩 以規格來講第二個就是功能 現在其實很多相機功能都很多 就看你之後拍的東西 你要去想說 我以後要拍什麼東西 需要用到什麼功能 那台相機有沒有 像如果你是平面攝影的話 你如果之後是要拍運動 像籃球、棒球這些 你可能就要找一些 快門能夠比較快的 你就找一些快門能夠 每秒10到12這樣的 那種機型 那如果是影片的話 你可能之後要拍4K 或者是 120p的慢動作 這些功能其實是 不一定是每台相機 都每台都有 所以你在挑選相機的時候 你必須要挑選說 那台相機 能不能達到你的要求 能不能有這個功能來幫助你的作品 再來第三個我覺得就是螢幕 如果你是要拍Vlog 或是拍一些 奇怪角度的東西 你的螢幕必須是要翻轉螢幕 翻轉螢幕現在幾乎相機都做翻轉螢幕 但是還是有相機 不是翻轉螢幕 它相機是那種 上先次的你知道嗎 但是超難用 那種相機 你真的如果你以後可能要拍Vlog 或者是要拍影片 你必須要看到你的畫面 你才能夠同 那一種上先次的 你完全看不到你的螢幕 所以你就只能拿鏡頭 瞎對著自己 然後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拍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翻轉螢幕 是一個我覺得現在相機 應該標配啊 如果不是翻轉螢幕的相機 就真的要多考慮 而且有翻轉螢幕真的會好用很多 重點是可以側翻 因為如果你側翻的話 你就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 像有時候空間限制 你沒辦法這樣子看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螢幕翻過來 就可以直接這樣看 所以我覺得翻轉螢幕 也是你挑選相機的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你要看這台相機 是不是翻轉螢幕啊 像A73 或者是那種比較舊的機型 一定就是那種往上翻的那種 要想清楚 要想清楚 當然也是對焦啊 就看你之後要拍什麼 因為如果你之後要拍運動 要拍賽車 要拍鳥 要拍野生動物 要拍那種移動速度很快 你對焦一定要快啊 你對焦不快 你就全部都是糊的 但現在三大的那種相機廠牌 像Canon或者是 Nicon或者是Sony 他們的對焦都是有保證的啊 就是很快的 但是如果你像富士啊 現在很多人都會想買富士 但是富士的對焦 我說真的 它是有點 有點小慢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鏡頭的關係 但即使是我現在是 新的鏡頭 我還是會覺得說 這顆對焦 有時候會 傻逼傻逼一點 然後對不到焦 抽風 所以如果你是要拍那種 速度移動很快的 或者是影片的話 我就建議你買 對焦快一點 富士的話 就是要再等一下 我覺得富士 當然不是說富士不好 因為我自己也是用富士 我超愛富士 就是 確定就是對焦啊 富士當然有它強的地方 而這個地方就是 很多人也會在意一點點 就是在買相機之前 你必須考慮它的顏色 我說的不是相機本身的顏色 我是說它拍出來的顏色 富士為什麼現在 那麼受歡迎 就是因為 它有它的底片模擬 這底片模擬可以去模仿 現在很流行的底片 那種顏色 這也是為什麼富士最近 越來越紅 很多人現在賣要缺貨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的底片模擬 它顏色色彩科學是非常厲害的 畢竟每一家廠商 自己調教出來的那種 相片的顏色 或就是影片的顏色 一定都會不一樣 像有些就會偏黃 有些就會偏紅 所以你在挑選相機之前 你也可以選擇說 我喜歡的相片的顏色是怎麼樣 因為如果你是只是興趣的話 你一定是不會想要花太多時間去後製 去調色 所以相機拍出來直出的照片 你那個顏色是不是你想要的 這個也是你在購買之前必須要去思考 OK這講完規格之後 再來就是價位 但是就像我剛剛說的 規格跟價位是可以兌換的 可以交換的 也不一定說規格要先選 還是價格要先選 就看你的需求 你的需求如果是要價格先選的話 你的預算就這麼多 你能買到什麼相機 你已經是決定好的 但是如果你是先規格定好 那價格應該也是差不多 就是可能會再便宜一點 所以就看你的需求是怎麼樣 第一個就是你的預算是多少 你可能只是興趣 我只想花兩萬塊在相機上面 那你就可能只能挑選那種比較 贏價一點或者是初階一點的相機 或者是說 二手那種社團 或者是網站上面找 當然如果你是沒有預算的考量的話 我們就可以回到上一個規格 你就可以從你的規格開始交 這也是為什麼我把規格先放在前面的原因 畢竟現在很多人都是我的預算多少 我就只想買這樣的相機 或者是能買到最怎麼樣的相機 因為這是我看到蠻多人常問 就是說 我只有一萬塊 我只有兩萬塊 我能買到什麼樣的相機 因為這太多人無腦問了 真的一萬兩萬就真的只能買那種 比較入門款一點的 當然是要推薦 我要推薦就是推薦APS-C APS-C一兩萬一定有 不然就是買二手的 二手老機 但是是中階或是高階的 應該是不太可能買到高階的 就是比較買比較二手老一點的相機 如果你不嫌棄二手的話 那當然可以直接去二手社團 或者是二手網站找 而且有些真的是還蠻佛心的賣家 他會給你一種 快門數沒有很高 但是卻便宜很多的價錢 你也可以買到這樣的相機 而在講這麼多 你到底要買什麼 還是決定在你身上啊 而第二點是很多人都會忽視的 就是一點就是 鏡頭群 為什麼很多人會忽視呢 現在的鏡頭越來越貴啊 如果你要以後可能會再買別的鏡頭 你就可能說 原廠配的KID鏡 那個鏡頭焦段不夠用 我想買一點大光圈的人相鏡來玩玩看 如果你買了那台相機 是Sony 那可能你就有很多選擇可以選 但如果你是買富士啊 買Canon 他們的鏡頭群就變得非常的少 就是等於說 你就只能買他們原廠的鏡頭 而且他們鏡頭都超貴啊 像Canon我記得他們的大三元 加起來還有十幾萬嘛 然後富士的APS-C的鏡頭 一顆F2.8的也要到三四萬 所以三四萬的鏡頭都能夠在全畫幅 你會買到不錯的鏡頭 所以很多人會忽視一點就是 我買了這台相機 但是我之後的鏡頭群都太貴 完全沒辦法買 所以你要去思考說 你買了這台相機之後 你會不會想再買別的鏡頭 所以如果你之後可能會想買新的鏡頭 你可能要選擇 像Sony這種副廠 比較多鏡頭的相機來選擇 再來第三個就是配件 我覺得配件包括什麼 包括電池啊 記憶卡這些的 你要去看點那台相機的電池 原廠是多少 負廠是多少 負廠跟原廠一定會有差 我個人推薦都是買原廠 我不太敢用負廠電池 因為負廠電池第一個 永遠會比原廠的還要快耗電 然後壽命一定也不會像原廠電池一樣久 所以你在挑選相機的時候 你可以去挑選說 這台相機的電池容量大不大 或者是負廠多不多 看不安全 如果你是買高階一點機型 記憶卡 記憶卡這種配件一定是 你花你最多錢 如果你是要每秒連拍30張 你的卡一定不能太慢 因為如果你的太慢 相機接收到光線資訊之後 轉換成數位 然後再把它烤進卡裡面 如果你的卡太慢 寫不進去 相機要寫但是寫不進去 那你就會沒辦法拍 所以記憶卡是一定要投資的東西 尤其是像現在 越來越多機型是配那種 CF Express的卡 那種卡超貴 一張卡 一張卡就好幾千塊 64G 64G 就超貴 如果你是要拍4K影片 或者是拍高速原拍的話 至少也要170MB的卡 我講了這麼多 你大概也知道 你自己的需求是在什麼方向 你大概能夠買什麼相機 你應該已經決定好了 還有最後一點就是 你的個人能力 我所謂的個人能力 是包括你對攝影的姿勢跟嘗試 因為如果說 就算你買一台超好的相機 哇 可以拍4500萬畫素 可以拍8K的影片 但是 你用得到嗎 你會用嗎 就是你要問自己 你自己到底有沒有這個需求 的時候 你用不用得到 不要浪費錢 我覺得 買相機最怕就是浪費錢 你買這個相機 那麼強的規格 但是你卻用不到 你拍出來還是跟鳥屎一樣 不只自己覺得 我怎麼都拍不好 別人也會覺得說 幹 你拿盤那麼強的相機 你要拍點這樣子 這挫折是很大的 所以說 你個人能力要先提升 你要對攝影的知識 要先提升 這是我之後會講到的 我幫你交到會 不會來找我 不會問我 再來第二個就是 你的後期能不能夠處理 你這台相機所拍出來的東西 像一兩千萬畫素的相機 拍出來的照片 跟四千五百萬畫素的照片 修起來 那個電腦效能會吃不一樣 其實如果你是拍大量照片的話 你的電腦一定會跑動 再如果動態的話 你如果拍8K 6K 4K 你電腦如果不夠好的話 也是卡 你也沒辦法剪 所以你在買相機之前 你要先評估你自己的能力 有沒有到 還有你的設備有沒有跟上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一點 因為如果你拍得再好 哇 四千五百萬畫素 放大 超細 超銳利 但是你電腦根本改不了 你電腦根本修不了的話 那有什麼用 你是拍爽的啊 或者是 你拍了一個8K的影片 哇 超銳利 超高清 可以放在那種8K電視上面 那你發現你根本撿不動 你撿不動怎麼辦 又要轉代理 轉代理又要等 所以你最常做的事 就是在等待啊 所以你在買相機之前 你必須要評估說 你自己的電腦 裡面能夠複合 如果你是M1 Max 或者是什麼 i9 3080 Ti顯卡的 這種我就OK 但是如果你的電腦 是什麼 E3年的MacBook Air 或者是什麼 i3處理器內顯 那種 就千萬不要拿來 做這種相機的東西 你就拿手機 所以你修說不定都還比較強 所以你在買相機之前 一定要評估說 你的需求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 整部影片都在圍繞著這兩個字 就是你的需求 你的需求是什麼 你再決定說 你要買哪一台相機 不然你買差了 然後你會覺得說 啊 要再來換一台嗎 那如果你買高了 你就說 幹 用不到 對不對 所以你要決定說 你的需求到底是怎麼樣 最後給大家一句話 就是 對於3C產品這種東西 就像相機啊 電腦啊 這種 東西 我秉持著 就可以給大家一句話 這是我的經驗啊 我自己都是這樣 就是買新不買舊 買舊的話 就買二手 為什麼咧 買新不買舊 就是 像現在iPhone14要出來 那就是買14 不要再買13 為什麼 科技是進步非常的快啊 你永遠跟不上科技進步啊 你剛買的這一台 像如果你剛買13 我可能連就蹦了一個14 那你又要再換嗎 所以你是永遠跟不上啦 所以你就直接買新的 不用再買舊的 但是如果你是買舊的 可以 你買舊的話 就直接買二手 你買舊的產品 就是舊的產品 你買新的 像A730好了 就花大概 可能四五萬 但是如果你買二手咧 舊的產品 但是是二手的 我跟你講相機這種東西 也是 像車子一樣 落地價 一拆一封 你一按快門啊 這就至少打九折八折 所以二手價其實是會比較甜的 就有些會有那種 哇二手社團 或者是二手網頁 會有那種快門數不到一萬的 快門數不到五千的那種相機 然後會比全新機便宜很多 這就看你相機保不保值 你買那台相機保不保值 所以最後一點就是要看你買這台相機 如果你之後可能會把它賣掉的話 看它保不保值 總結來說這部影片就是在告訴你 你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買任何東西都一樣 尤其是相機這種 那麼貴的東西 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需求 買東西的話 你絕對也不會亂花什麼願望錢 OK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記得幫我訂閱一下 然後有什麼想要跟我講 或者想要糾正我的地方 一起討論的話 可以在留言區下面留言 因為這一部影片開始會是 一個全新的系列 我也不知道會做怎麼樣 有沒有人覺得講錯啊 或者是亂講啊 有些酸民啊 對不對 會覺得說 公殺小 沒關係 我們一起討論和平 我們攝影圈很和平 重點是 我要把你交到會 OK 感謝收看 勞人士攝影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把我們去燥